品牌制造来听沙劳月人说故事 你好我是爱心 那今天这一集品牌制造呢 我们来了在沙劳月 我可以说这真的算是老字号中的 就是他虽然是老字号 但是永远都可以让人家看到 他们好像又有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不断的创新 那这个创办人呢 其实也是我和他是老朋友了 所以今天很开心 可以有他 让我们来欢迎东马美法达人Raymond 哈喽 嗨 其实我就是在找你之前 我真的最大的担心就是 我们会不会一路就路四个小时 就是觉得会讲很多 我也是你突然间跟我讲说 我只有给你三十分钟的时候 我在那边想 我到底要说什么 三十分钟我才能开始暖场 不要等一下我讲说 我会不会太啰嗦 讲的太多 知道吗 我也是很担心 好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古境人 没有人不知道Race的论 这样子说吗 真的真的 就是大部分人 就是你做头发 你就想说Ray 当然知道 Raymond知道知道 这样子 所以其实 我觉得我不知道的部分就是 到底你做多久了 Raymond 其实如果你是讲说Ray Saloon的创办来讲的话 是从05年到今天 应该是16年 我都有一直在recallback那个想法 就我当时开店的那个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创作 创作一只生意一个品牌 最重要就是你要有初衷 你那时候创办的那个热忱 所以我会一直recallback 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来创业 我真的觉得就是不一样 你看从你讲的那短短的一段话 所以你会说你2005年 你去创作这个东西 你不是一般人说 我做生意 我真的是以创作来去看待我的生意 我是觉得它是我的一个梦想 所以我做头发已经有20年了 其实21年 我这样子讲应该知道我年龄 不是重点 没关系 随便听听就好 所以我是从2005年 我创办这个品牌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跟我自己讲说 这个就是我的梦 我要怎么样去把我的梦发扬光大 我要怎么样去推广我这个品牌 所以现在就是不要去想 你现在去到哪里 你就是回到2005年的那个moment 的那个梦 你再跟我们讲一下 当初你那个梦是什么样子的吗 当初就是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 我是23岁 然后当时我是从新加坡回来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想说我竟然在新加坡待了5年 然后就想说回来 怎么像一个光宗药主这样子 就觉得我想要把一个热忱 跟一个美法的一个热爱的感觉 带回来烧业 让烧业的那个客人可以感受到 有这么样有能量的一个人 可以回来这边创业 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要把这个美法 做得更加的好 听你讲起来 每一次当有顾客 从就是走进你的店门口 然后你要给他 换然一新的时候 你的整个 就是我觉得你最兴奋的部分 不是给他们新的发型 而是去感染跟影响他们 真的 如果是顾客进来跟我讲说 我想要改变一个发型 我觉得他第一个给我的感觉 是他给我很大的信心 他已经是相信我们这个牌子 也相信我们能够帮他 帮助到他 其实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 我们是我站在发型师的立场来讲的话 我不是一般的发型师的 我已经是一种灵魂 我已经是一种就是 可以找到你开心的那一块 可以帮你改变的时候 你会变得漂亮 你会变得更加有信心 你会变得更加的美 而不是一般上的 你想要剪斗 就把你剪断 所以已经是不一样的那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也是可以受到这么多的朋友的认同 其实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有关于东马美法达人 Raymond的剪法技术的话 你可以去他的店 找他跟他聊聊天 然后找剪头发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聊这个 我们今天没有要教你 怎么要做发型 今天其实真的会让人们 就是会想到要打电话 来邀请你上这个Podcast 其实真的也是因为我看到 我不确定 你是不是故意的 要去做这个东西 但是我个人是看到 你其实有很好的 在经营你的品牌 就是我所谓的品牌 就是它不是 因为刚好你的店 就是你的名字 你今天的品牌带出来 它真的就不是一个什么什么 Saloon 它真的就是一个Raymond 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其实给人的 不是你的一个减法技术而已 你给人的是一个影响力 所以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这个想法就已经有存在了 还是说你是在慢慢做了之后发现 其实好像大家都是一一而来 然后我要把我自己变得很红 这样我要做Raymond 大家记得我Raysaloon 还是说其实它自然而然就发生 其实这是一步一脚印的 因为那时候我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只是告诉我自己 当我要用这个牌子的时候 Ray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因为我的名字 Raymond 我才放着一个 是因为我那时候读了一个杂志 那时候我很欣赏 一个日本的杂志是Ray 然后那个Ray的杂志里面 都是堆积了很多很多的发型 而且很漂亮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流行日系的 所以我就看了那个Ray的时候 又跟我的名字很像 那我就想直接就放Ray 这样子 然后在翻译华语的时候 Ray的意思是光的意思 所以变成我就有一个能量 一直感觉 我就想放这个名字 这样子 然后当然就讲说 你问我是不是故意去把这个 这个品牌慢慢建立起来 其实是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我只是告诉我自己 当我创作Ray的时候 我一定要它是有一个品质在的 所以品质对我是第一的 不管客人怎么样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做到客人满意 甚至我可以贴钱 我都要做到他满意为止 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心 那时候对我自己说的 我一定要品质 所以其实你又没有 就是感觉很累的时候 就觉得 为什么算了啦 你知道就是没关系啦 一点点 因为老实说 我会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本身是Ray的客户 然后为了不透露我的年龄 我就是说我大概在那边就是十年以上了嘛 就是都 然后我这样算 就是刚听你这样说品质最重要 然后我自己回想 我在你那边曾经经历过的 就是各个经历 还真的不曾失望 所以你有累的时候吗 有会觉得 有 当然是有啦 我们发型师是一个感性的一个动物嘛 如果没有感性 我们就不是发型师啦 所以我们当然会累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问题 就比如说因为我是创办人 所以创办人背负的那个责任 就是比如说品牌的责任 跟团队的责任 还有客人的责任 所以我们都背负了很多的责任 我们一心要把品牌做好 那我们要建立好更多的团 更大的团队 那更多的团队的时候 你就面对更多的客人 所以当客人给我们一些complain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他 他到底是哪里头不好不满意呢 要正面去接受 然后怎么要去安抚 怎么要再去把客人的头发做得更加的好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有很多创办人 可能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被自信跟自我蒙蔽了眼睛 就是身边的人一直在给他们feedback 但是他们就觉得你不懂的啦 对对对 我去过新加坡的 我去过剪头发的 你不懂的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对 你才可以真的不断的进步 是我觉得很重要 这样说起来已经16年啦 Raze的这个牌子 对 所以在这16年当中 有没有哪一个moment 是让你自己觉得 哇我的努力 我看到回报 就是让你觉得 嗯我真的今天是你知道 something somebody 这样子 其实我一直来的 我就不把自己当成是什么somebody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Raymond 只是我现在是东马美法大人 Raymond 其实呢我的moment最好就是我可以上台领奖 这个是我真的是一个成就 我在2018年的时候 我比赛一个美法品牌的一个大型比赛 我终于在那个时候呢 我拿了冠军 而且那一个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一个比赛 所以那一个时候呢 我真的想要哭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辛苦了这么多年 嗯 OK 那比赛其实对于有一些发行师来讲 其实是一个可能他没有兴趣啦 或者他不喜欢参与的 但是你给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鼓励 一个鼓励 让我可以踏出我自己的另外一个阶段 OK 那比赛呢可以拿到 就是我想要在舞台上的那个发光发热的那种感觉 是 所以在2018年我拿了马来西亚冠军之后呢 非常的开心 就是那一刻开始 我就觉得 我终于被肯定了 终于能够被肯定了 因为呢 我兜兜转转十多年 都一直在冠军的身边排绕 可能第二啦 或第三啦 或者是这样子 那2018年终于拿了冠军之后呢 真的 那一刻我真的是把我心中的那一个节打开了 就哇我终于真的是可以名正言说可以讲我是一个冠军 这样子的事 所以2018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在就是做你的branding的时候你会格外的不一样有自信吗 对我会有更加的有自信更加的坦诚更加的觉得哎这个就是一个我就是冠军 也不这么说就是他他在我身上呢在我的这个品牌身上打了一个强行针 就让我觉得哎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到这一块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讲说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你怎么去看待怎么去付出那个努力 有一天一定会到你的 我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其实聊的就是品牌创作品牌设计 其实不管你是创作做什么样的生意 branding它都是现在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element 就是大家在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比如说古今有这么多剪头发的 为什么我们就是会去readment 为什么人家就记得raise 让你自己来说你觉得别人怎么看你的牌子 在我的牌子当下呢我觉得我最给人家信心的就是真的是品质啦 OK在我们的从我们店家走出去的一个每一个客人呢 都是可以真的是脸带笑容啦 或者是超满意的那种感觉走出去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的客人他们会这样子看到 就raise已经是一个很有价值 然后很有品质的一件法郎啦 所以他们来到raise的时候呢 他们不会感觉到陌生 也不会感觉到恐惧 也不会感觉我今天的头发会打到剪了怎样 所以他是已经是我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 我们团队走了这么长久 建立的永远都是一个品质 是 这样我们刚刚就聊到说过去16年来一个moment 是你本身就是你自我感觉就是对 这个就是一个肯定 这样我们今天讲比较多人会比较有兴趣的一部分 就是生意角度来说 16年喔 到了哪一个moment 到了哪一个年 是让你真的觉得 哇 这个生意不错 可以养我很好 也会养得很好 这样子 就是生意开始起飞了 因为怎样他还是一门生意嘛 对对 因为在你说到生意来说的话呢 是在我创业了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 蛮快的耶 对真的很快 所以为什么我会非常的有信心在这一个行业里面 就是在我第二年跟第三年的时候呢 因为我是从零开始的 为什么从零开始 是因为我爸爸不是给我一桶金让我去创作的 我是全部的资金呢 都是由我自己去筹出来的 所以当我开业的时候是一个风险 为什么 因为我是没有后背金的 这是你的全部 对我的全部啦 懂吗 我是没有后背金的 所以那时候呢 我跟我的太太就是一起 两个人呢 共识就讲说 我们今天赚多少钱 我们就吃多少钱 OK 我就以没有薪水的那个角度来对待我自己 所以很幸运啦 在第二年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赚到第一桶金 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事业里面真的是突飞了 我们整间店可以讲说是爆满 那时候 而且而且还是没有 没有social media的时候 那时候 对真的 那时候是真的是十大 就是每一圈都是十大 对对对 然后呢 我们真的是爆红在那个时候 所以第二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真的做到很 很好的那个业绩啦 所以那时候我就认定讲说 这个行业一定可以再发扬光大 是 所以2005年 你的第一间race是在哪里啊 在新时代广场啊 Travillian 在那个 我去过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就是你的customer了 对啊 那时候你的office也跟我们很近的嘛 OK 我们不要再暴露年龄啊 这样子对彼此都不好 OK 那是第一间 OK 然后之后你就搬去 之后就搬去达人送嘛 就一直在那里 没有 因为我在2012年 2011年开始呢 我们就扩张我们的生意 就开了四间的race在古今嘛 是 包括新时代广场 Travillian 当我要去Saba创业的时候呢 我觉得Race已经定位了Raymond 这一个名字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人来我的店的时候呢 就讲我要找老板 因为我觉得古今的朋友呢 都有一个感觉 我进到Race alone 我想要找Raymond嘛 还是要找 那你就请全部人家Raymond就好啦 我也想啦 我要找Raymond 我这位是Raymond 大家都是Raymond 所以呢我也很不断的努力 把我Raymond呢 去放下来去捧其他的partner 这是为什么你 就是在Saba的时候 就想说好 我这次不要叫Race 对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想到了 讲说我们 既然我们要创业出去来讲的话呢 我们的目标可能是要做连锁 或者我们的目标呢 可能是要扩充更多更多的法郎 所以接下来如果不要用Ray来讲 可能或许会比较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很辛苦 但是我不怕那个辛苦 我只是要喜欢那个成果 后面的那个成果 所以呢我要定位这一家HCR 我就是这个 我的Saba的这个品牌HCR 是一个呢 没有规定是找谁的 发行师的 它是一个呢 象征性给人感觉 哦这一间 这一个品牌法郎呢 就是很好的服务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法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所以今天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去选择 做一个选择 然后去做你的品牌包装的话 你还会选择用你的名字来做branding吗 你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突然间会想了 重复想了 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开始Ray 其实都真的不是在用我的名字来做的 但是大家就觉得 今天才知道原来不是你的名字 那如果让我重来多一次 会不会选择 我应该不会放Ray这个名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因为在开Ray的时候 是2005年的一个想法 那时候的想法是我在23岁的一个想法 就觉得哦我想要这样子放 我就不会去规划 我也不会去想说我以后会跑的怎么样 我就想说以这个Ray来开始就是了 但是如果你用我现在的想法来看回去以前 我觉得我会换另外一个更好 更适合的一个名字 所以你不喜欢那种状态 就是我自己Ray们走出去就是一个branding 我也不会这样子说 我是属于狮子座的 狮子座的人走出去就想让人家看到你 所以我不断的做好我自己的品牌 也是希望讲说客人对我的一个信心 一个自信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算是少见的 移动式的branding 就是它真的就是你 那branding Rays的branding 就是你就像刚刚说的 你讲的等一下去到都会讲说要找Ray们 如果今天你的店名你换掉 你换成就是换成HCR 你就觉得人家会去那边 然后没有说我要找Ray们吗 会会真的会 真的会 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 HCR所做的东西呢 就是以经营模式 我们会用不断的用一个SOP 我们会用一个商业模式 来怎么样去把这一个品牌做好来 而不是定位在于Ray们 对 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 是因为我要建立更多更多的collection 就是我要更多的人脉 更多的发型师进来 在这个平台里面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说起来你在SOP 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对不一样 对真的不一样 这样我知道你今年就是2022年 也是有一个就是让你期待很久的新搞作 新搞作吗 就是你曾经跟我分享过啦 对对对对对 剪头发 我觉得应该就是剪头发的都很会聊天 就是你要坐下来你就要讲话讲话 所以你就之前曾经跟我分享过 会想要在这里大概讲一下吗 ok 好啊 当然是可以分享的分享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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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是我这个新搞作呢 我想要开多一家Ray Signature 为什么我要开这一家Ray Signature的想法呢 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之后呢 我都是在modern着 我都一直在modern的法郎 modern法郎呢 就是你进去很多位置啦 密密麻麻 满满啦 对不对 但是我想要开这一家Ray Signature呢 我希望讲说它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甚至呢有不一样的风格在里面 所以变成呢 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跟我的客人可以更近距离的交谈 或者是跟近距离培养一些感情 所以甚至呢可以喝一杯茶 让彼此间可以舒缓啊 不用这么紧张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想要有那个空间出来 做出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当你进去法郎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讲 我进去法郎就是要剪头发啊 我不来法郎剪头发干嘛 所以我就是要撇开这一个东西 你来法郎不一定要剪头发 你来法郎可能你来修一下刘海 就去充电啊 对啊就去充电啊 修一下刘海 洗一下头啊或者怎样 或者来喝一杯咖啡也可以啊 所以我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家 一个归宿感 所以我才有这样的梦想 想要去做这一间 Rain Signature 所以我打算就是做了一栋 一栋啊 就是以三层楼的模式来做 你这样越讲就越让人家觉得 哇这一行业真的好好赚 每一个行业都有它赚钱的地方 当然当然 所以如果是你讲说 我的来讲的话 美法院来讲 你一定要有一个灵魂任务 灵魂任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一定要灵魂到就是你整个概念 你整个模式 你怎么去做好这一块美法来讲的话 是没有人可以取代到你 其实你刚刚说的你的新搞作的那整个概念 我觉得因为我对你的认识 其实你一向来都在做 就是打从你的第一家 就是那时候在Trivalian的 我曾经去的 我记得那时候我每一次去 我都不是觉得我是去剪头发 我都觉得我是去找Raymond 然后我去跟你聊天 我每次都会借你厕所换衣服 然后我不是只剪头发 我会问你我装怎样 所以它真的其实是一个充电站 所以其实你已经在做那块东西 但是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意识到我要就是把它做成一个Raysignature 把它整个东西conceptualize 然后实体化的要去执行它 就是在2018年我拿到冠军之后 然后我就有机会去到台湾 然后中国 然后我去也去考察了台湾 中国有很多很多法郎 然后我看到为什么别人 别地方的可以做到 有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风格 那其实在我们古今 其实也可以更有条件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空间更大 我们有更多的地方 可以去做 人家的租金都这么贵了 然后这么小 就可以这样子做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 所以变成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讲说我一定要回来 创办一个另类 不一样的风格的一个法郎 我有信心 你一定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我有信心 给你认识这么多年 我觉得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大概百分之百 都会把它完成 跟达到的 好那我觉得最后 其实我们今天聊品牌设计 很大的原因就是 有很多人在创业的时候 一直在苦苦挣扎 一直找寻 然后一直不明白 要怎样定位自己的品牌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 就是真的很想要去 把自己的一个想法 把它变成一个品牌的人 然后还处在 不知道下来第一步 到底要怎么样走的人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我觉得如果你是还在漂浮 还在不确定你自己要怎么做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最重要 你一定品牌定位的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认清自己 你真的要不要有百分之百投入 这一个行业 因为很多人是觉得 讲说我可以试看先 试水温 试水温 你是试 就是不会成功的 对你是不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为当你要创立一个品牌的时候 你真的是要jump in 就是一百巴仙的投进去了之后 你去感受它 然后你去了解它 然后甚至呢 花更多的时间去培养它 它就等于是你的宝宝 你的一个baby 你要付出全部的心血 全部的那个时间去栽培它 我不相信你不成功 因为很多人不成功呢 就是我试试了的时候 我不够坚持 或者是我碰到有一些钉子的时候 我放弃 我不要了 你懂吗 难道我东方美法达人 没有碰到钉子 没有碰过墙壁吗 有 对不对 一定有的 所以我觉得人呢 在你面对很困难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坚定 你自己的这个品牌 你相信你自己的品牌 你连你自己的品牌 你都不敢相信 你怎么做得好呢 你怎么要去说服别人 还认识你的品牌 对对对 真的 所以在我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永远告诉我自己 我不可能做不到 我只是还不够努力 我只是还不够坚持 你懂吗 所以在你坚持 在你努力 OK 但是最重要还是要有方法 不要埋头坚持 又努力了 然后又没有方法 当你坚持又努力 找不到 还是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找方法了 是 对真的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人就一直努力 我真的很努力 我比人家花更长的时间 我比人家花更多的精神 去做 为什么我一直做不好 所以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所谓的找方法的情况 OK 找方法呢 其实它也是我生命中的一块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其实我在2005年创业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方法 我只是知道我去做就是了 你懂吗 那时候的我就这样做就是了 不要想这么多 当我做做做的时候 我也是算是幸运的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第二年 第三年 我就已经赚到我的第一桶金了 对对 当你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你会觉得 你自己真的很厉害 你会觉得 自己真的很有本事 很有能力 但是呢 分分钟的时候 你是缺乏了那个方法 怎么要去扩充 怎么要去扩大 你懂吗 所以什么叫找方法呢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读书不多 真的只是读到高山罢了 我没有去深造什么 我也没有去继续读书 所以我的人生经历呢 都是去跟一些成功人士聊天 得来的 所以这一个就是不断的在找方法 对 甚至呢 我也可以去像一些导师啊 一些的那些经历导师的 他们都会给你一些的方程式 一些的方法 你应该在生意上 你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去扩充 所以这一个就是方法 所以你可以拿了那些方法了之后 你可以回来了 过滤了之后 在你自己的行业里面 你怎么样去找出新的一条出路 所以这个才是很重要 我觉得你的 就是让你帮助很大的方法 你是一个愿意聆听 愿意接受的人 对 一定要 因为呢 你不只是你 你还有更大的你 这样子 就是自己要知道 不是所有人 就是永远都会有不足 永远都会有学不完的东西 对 对 学不完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你必须要放下自己的身段 因为你是nobody 我是nobody 我是nobody 真的 因为为什么我讲的 我是nobody 因为我从我开店 我是完全是没有人 给我钱去开店的 我是全部是靠自己去创业的 对不对 所以我是真的是 来的时候是空的 那我没有好那个顾虑 就讲说我会输掉什么 你懂吗 所以我会付汤到火 我一直努力的去做 因为我想要更好 所以我不断的努力寻找很多的方法 怎么去让我的品牌做得更好 怎么让我的团队做得更大 怎么让客人更多的进来 对我们更加有信心 我觉得我一定要讲一下 不管你觉不觉得自己是不是nobody 我还是觉得你是nobody 因为我觉得就是女生 女人 不从小女孩 从就是四五岁的女生 就懂得爱美的女生 到就是不管你多大 很多的女生都是因为经过你的手 变得更有自信 变得更开心 然后生活更顺遂 虽然它可能只是一些小事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我相信那个会是让你一直不断喜欢这个行业的原因 对 你真的就是透过你的技术去影响跟改变大家的生活 对 因为当你当我看到我的客人剪完头发是很开心的时候 或者 哇谢谢你哦 真的好开心的时候 你很有那个满足感 因为你已经是帮助到他 你帮助到他改变 你帮助到他变美 你帮助他找回那个信心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行业真的是 如果你是发型师在听的 这个广播来讲的话 可以共鸣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责任 去帮每一个女生男生 每一个人变得更加的漂亮 这样子 好那在结束之前 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就是 不是做回同样的行业 让你就是以你过去 就是这16年的生意啊 也好啦 创作品牌也好啦 的经验 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去重新创作多一个品牌 或者一个东西 那会是什么 你会想要做什么 OK 如果 如果我不是 我会想要做F&B F&B 我还蛮没有想到 因为其实我会想要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不断在 就是逼自己 做不一样东西的人 所以我就很好奇 哦是F&B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吃啊 我喜欢吃嘛 对嘛 我自己也喜欢吃 然后我觉得F&B Live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一个行业 是是是 OK 所以我也是想 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 如果让我想要在创作的一个行业 我真的是会想要做F&B 想要做食物 OK 好 我蛮没有想到你会是选这个客户的 真的很开心 今天有Raymond来跟我们聊天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吃到Raymond更多的东西 或者是 就是你真的觉得 自己头发好像怎么不顺 真的 真心推荐 你可以去找Raymond Race 谢谢 谢谢 谢谢Raymond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Icing 谢谢Icing